主料,牛奶1000克,秋笋一根,碱面200克,油菜3克,辅量,大蒜2头,老白干酒1勺,皮线豆瓣酱3勺,花酒,茴香,桂皮2个,东北大酱2勺,老蒸1块,生抽2勺,豆蔻2个,冰箱,炒火3个,八角2个,准备时间,一到两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牛奶用轻松, 水泡去血水,洗净些小块,水沸腾后再放入牛肉锅水焯一下,捞出用温水洗去浮沫,生姜1块切成大片,打算两头包提备用,香料,桂皮2个,八角2个,炒火3个,豆蔻3个,滚香,花椒粒,冰箱,锅里热油,油热后关小火加姜酸,香料不重次炒香,然后开中火,放入三勺皮线豆瓣, 四半酱,二勺东北大酱放香猪红油,倒入牛肉翻炒,加入二勺生抽,一勺白酒翻炒均匀后,倒入足量开水烧开片去浮沫,切记,一定是开水,转入陶瓷包中小火炖1.5小时,秋笋包披浸水后斜切成块,1.5小时后加入秋笋块, 根据口味调入盐和蚝油,继续炖20分钟即可,小葱和香菜切成细末,碗里翻入香菜和小葱末,加入牛肉汤盛碗中,准备好适量的碱面,记住一点是碱面才能吃出牛肉面的滋味和筋道,另起锅,水烧开后将面煮熟,在煮面的汤里捉烫油菜, 将煮好的面上浇入碗里,放上油菜,大大的牛肉块,一碗香辣的牛肉面就好了,烹饪技巧 1.我烧的红烧牛肉的汤汁比较多,所以不需要再加开水,直接浇上不加任何调料就很好吃了 2.吃牛肉一定不要少了香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